打技能是第四棒的彥柔中 回來了 直接接殺出局 雷神的跑者 雷神的跑者 穿三位 穿到球 好強 最後出現了一個雙殺手臂 這個要歸功於 穿上沒落地了 穿上沒落地了 就是 打技能到的是第二棒的喜菜 一樣打這個球 曹永寧接到草王二壘封殺出局 曹永寧雖然是外援手 但是以棒球來講 他接球完全不是問題 是 一籃有籃 換二籃 二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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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軍輪 二籃 換馬賽 又是曹永寧 接球 翔二壘 封殺了一籃 往後來跑的喜菜出局了 現在已經二出局了 不過潘軍輪成功的戰勝一籃 大家輪到的是第二棒的喜菜 喜菜 喜菜 天球曹永寧衝到前面來技巧 學我情誰 當然不讓 四殺了喜菜出局 結束了一局的下半 第三棒曹永寧二三壘 有人喔 你知道如何中出 又大又甜的木瓜嗎 曹永寧 曹永寧接回到本領 加油 曹永寧 上到了二壘 搶球 搶球 對 趕快進來 趕快進來 目前紅藍兩隊的比數是1比2 幫忙 幫忙女生 加小東 糟糕 曹永寧 曹永寧又打過 平飛球直接擊殺 曹永寧再次進攻了 其實打到問前為止 藍隊的出局數都是曹永寧 幾乎他一人包辦 接下來大家輪到的是 曹永寧上場的第五棒 王佳良 王佳良也是第一次上場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表現如何 對 這一個潮汐球 這一個潮汐球 曹永寧直接接殺了一雙紅人 趕快回去 這又是一個 曹永寧的 曹永寧 曹永寧 曹永寧今天一再講一下 手臂美技 果然啊 趙純就說他今天特別注意到 這個微笑殺手不簡單 然後呢 目前的打者又輪到了 曹永寧 曹永寧 曹永寧這一個潮汐球 曹永寧過來踩 曹永寧 曹永寧的速度最快 有聲要跑的 曹永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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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先踩到 他才探到 踩判 不然就是輔助判決 我要求要輔助判決 曹永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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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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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方式 完成了 相當得好 有這次展現出 她的手臂沒記啊 不過在剛剛前幾句 可以看到黃隊講 是非常好的手臂記起來 這次 這個超級手沒有記到拋牌 這次刺殺了手臂 曹宥寧剛剛真的是眼明手快喔 曹宥寧 無所不在的曹宥寧 真的 全場都出了手臂範圍 林靖倫 藍隊最後的希望寄託在 林靖倫的身上 他今天也打出了 已經有四肢的安打了 對 我們的1 1 這個球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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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上3下 藍隊舞直下來沒有得分 比賽結束 這場比賽 紅隊是7比2 打敗了藍隊 拉下比賽的勝利 曹宥寧畢竟是棒球國手 所以當我們在面對曹宥寧 站在我們面前的時候 其實我們心理上 應該是有點障礙的 被得分就被得分嘛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好的 就是不要再失分 大家手臂也做得很好 手臂好我們 然後就 就贏 這段有多分 就贏了 再次跟大家正式介紹 這一集的大來賓是 標槍國手鄭兆村 好厲害 好棒 鄭兆村 大家都知道他是標槍 超級霹靂無敵 宇宙厲害之外 他也是台灣的職棒史上 開球距離最遠的一位 開球來賓 也太會丟了對不對 沒有 但我很好奇了 就不知道 兆村丟得比較遠 還是他的大學同班同學 曹宥寧丟得比較遠 好厲害 你們知道他是比同班同學吧 對 那今天來這邊開一個同學會 而且我們剛剛在那個 主國台那邊都在講說 你是無所不在的曹宥寧 對 在 不管是進攻方還是防守方 就是到場下指揮都是 真的是職業選手出來的 對 所以就 趙春覺得藍隊 有哪一個選手的印象深刻 潘均倫 潘均倫 他剛剛一直說 剛剛趙春說 那個微笑殺手 那個微笑殺手 對不對 對 尤其是在第一局來第二局的時候 就是守備的時候 有一個撲結 就是擋住了紅隊的得分 沒有 我相信我們藍隊 下一次會更好 準備報仇 好 好 現在來請大來賓頒獎 古人志棒球賽獲勝的是紅隊 紅隊 紅隊 好強喔 恭喜 恭喜 謝謝 謝謝 恭喜 恭喜